在教室裡 鄭汝茲继承了父亲 鄭宝雄的工作 教导学员制作口黄琴 让过去没接触过口黄琴的民众 不仅能简单弹奏口黄琴 也能从中认识泰雅族音乐文化 都会到那个他的地方去学习 这个制作口黄琴的部分 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就是向他学习 然后有这个精神 然后才把那个我们的泰雅族的文化传承 然后继续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然后这也是算是我的使命 109年台中和平区口黄琴公益师 鄭宝雄不幸发生意外离世后 鄭汝茲就决定继承父亲工作 继续传承泰雅口黄琴文化 经过一阵子的沉淀跟学习 目前他也从事口黄琴制作跟教学工作 并突破一般人对口黄琴公益家 多是男性为主的印象 过去也是有机会接触到口黄琴教学的学习 大部分都是男生老师 对就是女生老师在教的话 真的是算是第一次 所以其实是觉得蛮特别 蛮经典 可是老师其实是很专业的 我在制作或者在教学的时候 会感觉我这里做得好吗 还是会自己问自己 那我 但我会自己很努力很努力 做到最好的 郑汝茲过去跟随在父亲身边 虽然对口黄琴公益并不陌生 但无形中还是有来自父亲 郑宝雄的压力 除了要求自己持续精进 也希望继续为泰雅传统公益口黄琴 传承发扬 原事新闻No台中市采访报导